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星期四 开头的部分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今天7号会在节目的最后 要分享我做了一个梦 到底是什么 好神秘哦 因为我先前有跟你们讲 跟你说我做了一个仪式 是预知梦的东西 那早上就是我们算23号 早上醒来 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我想到我做了这个梦 结果早上呢 我就这个梦似乎就应验了 是跟新闻有关吗 对跟新闻有关 那我放在最后再来说 好 OK那我们今天先看一下 各家的新闻 我们先调讲一下这个川普 川普我们先前在Daddy上面 已经有跟大家稍微谈过 就川普有说 他预告了 他说他自己应该是会在这个礼拜 本来预计说是21号 他说可能会被逮捕 那当然就说 可能又说改成这个礼拜 那关于川普逮捕这件事情 他主要围绕在是纽约州的这个 这个控诉 那纽约州的案件呢 他指的就是他先前有 所谓的付封口费这件事情 就传出有跟这个成人A片的这个影星 那有过一段婚外情 那为了避免这个事情曝光 那有付了一笔封口费 那后来衍生出了这个司法的控诉 这个事情现在 我们到目前今天23号了 那美国的时间呢 22号这个时候 也还是没有发生所谓的逮捕 但其实最新的进度呢 是说这一个起诉 那现在要往后推迟 但推迟到什么时候 现在还不确定 那现在看到的一个说法 是大陪审团可能会要传唤新的证人 那无论如何呢 事情现在目前是往后推的 所以川普声称的这个逮捕 那目前应该是还看不到 但当然这件事情 其实引发了很多风波 包括说川普本人很高调的 想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政治事件 他说希望自己像一个这个 可能是一个英雄式的方式 被逮捕啊 然后让他戴上手铐啊 用这样的方式呢 来聚集他的粉丝 聚集大家的那个支持者的那个能量 所以这几天你看到纽约街头 这个又像川普大的外面 那这个都有看到一些支持者 或者是反川普的人 那彼此在这个校正 那这边我们稍微的来谈一下 他这个纽约州的案件 先前应该有跟大家简单的聊过了 好那因为呢 他这一个所谓的封口费 当初在发生的时候呢 正义点之一就是说 他的账务记录上面写的是 他是法律费用 所以检察官的说法是认为说 在这个状态之下 他这个有可能涉及到是假账 所以可能会面临到的起诉问题 就是比如卫造你的商业记录啊 那税务诈欺啊 好等等 好那这个案件呢 现在就是等后续的起诉 好那除此之外 因为在地点上来讲 以纽约州来说 川普还有其他的案件正在跑 那就是包括像川普集团 本身的一些商业问题 那涉及到说可能过去数十年之间 那川普集团旗下有些业务 可能涉及到一些诈骗案件 所以呢 这个部分也还在审理当中 那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的是 除了在纽约州的这些案件之外 另一个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发生在去年的时候 关于把这个川普 把一些机密档案 带回到他的海湖庄园 带回到他这个别墅里面的这个事情 那后续当然就经历了一番的调查 包括FBI的搜索 那也包括这个司法的介入 然后律师的作证 那已经一些相关的文件呢 也交付给司法调查 那现在比较新的进度 是法院这边 现在要说 勒令这个川普的律师 必须要去做额外的这个证词 好 那我们稍微讲一下 这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 在川普这一个海湖庄园的 机密案件事件 帮大家先回顾一下 先前呢 就在调查的是说 川普从白宫带走了一些机密文件 然后带回到他这个在佛罗里达州的 这个海湖庄园里面 好 那文件的数量非常之多 那看起来是目前已经知道 是至少有一万多份 那其中啊 有一些可能是并没有特别是机密的 但是呢 也有将近是一百份 他有标注是机密档案 那还有一些是可能最高机密 那就他调查是说 是谁授权这件事情 那川普又为什么 出于什么样原因 要把这些文件带走 带到自己私人的住宅里面去 好 那之前也有经历过FBI的搜查 那当然后来就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 包括说 FBI的搜查是怎么一回事 那川普也把这个事情是 一概否认他有不法的行为 那后来事件里面 当然也还有牵扯到拜登 拜登也有发生类似 就是这个机密文件带走的这个状况 那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 相关案件的审理 当然也有遇到一些阻碍 包括说 要去查哪些文件被带走 那这些文件里面 又有哪些可能是 真的涉及到机密 但是呢 川普的律师团里面呢 其中一位像是柯可兰 那有的会翻译成柯柯伦 柯柯伦或柯可兰 那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有负责一些文件的调查 但不是那么的配合 之中呢 主要的原因在于说 他可以以这些文件本身的特殊性质 就是说他涉及到一些机密 所以没有办法完全的交付出去 好 可是那也很微妙的是 在2022年的8月的时候 国家档案局有一封信被公开 这封信呢 先前就是有寄给这位律师 就有谈到说 这当中呢 关于档案的交付的问题 而且有发现 的确在这个佛罗里达州 这个海湖庄园里面 川普持有的资料里面 就有 以页数来算的话 超过700亿以上的机密文件 好那这个封信里面也有提及这些状况之后呢 也有论 就是证实了 就是川普律师团队里面 也有在阻挠说 防碍这个档案局 来做相关的调查 还有检视这些资料 好那现在呢 在三月中的时候 今年的三月中 联邦法官 就针对这些系列的问题 那对于律师 像柯柯兰 就要应该要去做一些证词 那现在最新的进度呢 就是针对律师本身 应该要再做 包括他的调查笔记 包括说他在这过程当中 他是怎么跟川普 做互动 然后协助川普在 档案上面做了哪些 可能涉及到引概的问题 那要做一些证词了 好那下一个新闻 我们来补充一下 关于乌克兰 所谓的小孩 被绑到俄罗斯 这个事情 这个强制移转 强制送养 好那这系列的事件呢 我们先前在 我们的IG上面 也有做了相关的报道 然后呢 我们在乌克兰的独立记者 陈彦廷 他也写了 这个第一手的采访 也有问到 这个当事人的家庭 好那这系列的问题里面呢 我们这边补充一个 是来自日本昭日新闻 他们也有做了相关的报道 那他们所做的呢 是在乌克兰的南部 就赫尔松这里 赫尔松这边有一个丹尼斯 丹尼斯一家人 那去年10月的时候 2022年的10月 丹尼斯家人的小孩子呢 就从学校 被老师们带走 然后呢 带去了克里米亚 那克里米亚已经是 俄罗斯的那个领土了 好那被带去克里米亚的 其中一个机构里面安置 然后在这个机构里面 就开始上课 那现在呢 还两个小孩 已经平安的又回到了 这个乌克兰的家里面 跟家人团聚了 那所以有在追踪说 那小孩子们当时去了哪里 所以做了一系列的采访 那就有说到说 被老师们带走之后 安置在这个机构里面 就上的课的内容 就是开始教俄语 然后呢 会唱爱国歌曲 那包括他们两个小孩在内 还有其他 可能是五六十人左右 就分散在不同的 这个像班级一样 所以他有点像是一个教育机构 那这过程当中呢 这些小孩的家长 有的就只是被通知说 小孩被带去营队里面去学习 但中间里面 他就没有办法 做很密切的沟通 那也没有办法进到小孩 那时间大概就隔了半年左右 那中间就有透过一些 人道救援组织 想尽办法去做联系 那也有找到这些机构 之后呢 那平安再把孩子送回来 搭乘这个大巴 然后就集体送回来 那目前看到的是说 至少他没有发生所谓的虐待 以这个case来说呢 就是小孩子突然之间被带走 集体的带走之后 然后送到俄罗斯的领土境内 进行和俄罗斯有关的教育 然后就这样最后呢 平安又送回来 那这个报道里面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协助的人道组织 就有讲到说 这个相关的案件 其实还有很多 数以千计的小孩 是被送走的 那目前无法掌握 到底有多少人 那因为ICC国际刑事法院呢 有提出了这个通缉逮捕令 那通缉的这个理由呢 就是说普丁 那针对这个强制移转小孩子 这件事情 他是有罪的 好 可是人道组织是说 虽然说很感谢这个ICC 有正视这个问题 那也知道说这个问题 其实真的是有在发生 但问题是说 他也担心 当这个通缉逮捕令 发出之后 可能现在要去救 营救这些小孩 或者是把这小孩带出来 他的难度会越来越高 因为你现在每带出一批人 其实就是新的一个证据出来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会担心说俄罗斯有些机构 可能就会更加隐晦 那这个都其实也是推测 并不确定 只是说我们透过这些案例呢 我们也要稍微解释一下 听起来 这些事情是不是很容易 就说 小孩子不见了 然后家长去找 然后最后还是找回来 我们从IG的报导里面 或我们自己这样过去 出的这个系列里面 我们还真的有看到一些 读者网友 他就是留言说 觉得好像 听起来很简单 把你的小孩就带去 还跟你受教育 当然这个听起来是很吊诡 我们先讲的是说他是强制带走 无缘无故嘛 你带走 然后带去的是俄罗斯领土里面 然后从事爱国教育 好那 过程容易吗 第一是说 大部分的家庭里面 他第一时间是找不到小孩的 然后呢 你要联络 你可能要透过层层的把关 我们看到几个case里面都有发生说 其实前面联络 他只会跟你讲 小孩子在这里啊 很平安啊 很平安 乌克兰在打仗啊 不能去啊 会用这方式去推脱 然后小孩子会被移转 他在AD之后 过一阵子再送到BD 然后再送到CD 转来转去 这样 对 那这段都是异常啊 这都异常 那像我们在这个IG上 做了这乌克兰爸爸救援的这个故事 那他也的确还跑到 这个莫斯科附近嘛 中间也是有层层的关卡 就是一关过一关 还有不断的审核 对啊 虽然说他之前的身份是前军人 还有服役过 但是因为已经退役了 目前并非战斗人员 那他还是要经历过一些关卡 而且他自己也被关起来 还虐待过 被虐过 所以这个事情并不容易 我们这边还是要讲一下 但也的确 他有些case 现在还需要更多细节的厘清 比如说这些小孩 是不是少数的案例 那些没有回来的呢 找不到的呢 对 这个部分都还需要 后续的更多资料的观察 好 我们接下来讨论 性别相关的议题 我们下一则先来看乌干达 乌干达在3月21号 通过了一个全面的反同性恋法案 那在未来当局有更广更大的权力 来对LGBTQ群体实施更严厉的惩罚 我们先来看这个新的法律 在乌干达未来所谓严重同性恋行为 可以被判处死刑 那这边讲的严重行为 包含跟18岁以下的人发生同性性行为 以及对同志运动活动进行推广 或是赞助同志活动等等这种行为 都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甚至是死刑 那这个法案原本的版本是在9年之前 在2014年的时候 乌干达就有推动了同性恋死刑法 就是我们外界普遍称呼的杀害同志法案 但是这个法案当年因为遭到国际强烈的反对 美国欧盟在内不少主要资助乌干达的国家 都曾经表示强烈的反对 所以后来就搁置了大概5年的时间 然后原本在2019年原本要重启法案的推动 但是后来又被乌干达宪法法院 以程序相关的原因暂停了 但是在今年3月21号 乌干达国会以387票同意 还有两票的反对通过这个反同性恋法案 那几乎就是全数通过的意思 那接下来会提交给总统穆塞维尼来签署通过 那我们也在新闻画面上看到 有一位投下同意票的国会议员 他穿着印有反同性恋标语的超大件的T恤 非常高调的就这样走出了国会 好我们来看这个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 他在位的时间已经37年了 那长期以来他也对LGBTQ群体才反对的立场 那他在上个月的时候也有公开表示说 乌干达不可能也不会接受同性恋 那他认为现在西方国家正在逼迫其他国家 把同志的行为正常化 但是他说就他的定义来说 这是一种偏差行为 我们看光是今年2月份 就有超过110名乌干达的LGBTQ人士 说他们被官方逮捕啊驱逐或甚至是公开脱衣服羞辱等等 那其中受害者最多的是跨性别人士 不过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就是说 非洲54个国家里面有34个国家 也就是超过六成的比例认定同性恋是违法的 那力道最强的是包含乌干达肯尼亚 还有东非的坦尚尼亚等等 那还有在苏丹啊或是南索马利亚 还有这个新加入的这个乌干达 同志甚至可以被判处死刑 那相比之下 虽然南非比较自由开放 然后也允许同婚 但是南非当地对于同志族群的暴力犯罪 还是非常的严重 那近年来很多人就在探讨说 在非洲大陆 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的恐童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根据很多历史学家的研究 非洲在几千年前开始 在洞穴的壁画上面 就开始有同性恋关系的壁画 而且这些历史学家也研究说 在被西方殖民之前 同性的关系在非洲 不仅不是一种禁忌 还是很普遍的现象 所以很多人就在讨论说 非洲为什么现在这么恐童呢 我们参考了一篇 十强组织Stonewall的研究文章 这是欧洲最大的一个 LGBT权利的运动组织 他们在2020年10月 就发表了一篇研究 在探讨这个问题 先讲结论 根据Stonewall的研究 非洲大陆孔同镇 很有可能就是西方进口的 这是他们的说法 他们说 这个英文是说 Imported Homophobia 说西方殖民者进到非洲之后 明定同性恋是非法的行为 再加上宗教的因素 像是天主教 基督教的这些宗教领袖的影响力 都非常大 那当年在当地很多政治人物 也都选择要公开支持 这些宗教人士 靠拢所谓的保守立场的这些政策 所以积累了几百年之后 虽然现在这些国家都已经独立了 但是大多数都已经把LGBTQ族群 视为犯罪 那这些法律也都是从过去殖民时代的 法律严格下来的 那对于这种解释的相关研究也很多 那这个是stonewall在2020年发表的文章内容 那现在乌干达也立法加重了这个同志的刑罚 那人权观察组织也强烈的谴责 说这即将会为乌干达打开一扇大门 让未来可以推动更多这种侵犯人权的立法 所以强烈的反对总统签署通过 好 这边我稍微补充一下 stonewall这个组织的研究 我们会当成一个线索之一 但是呢 因为还是要理解它的背景 所以它的背景之下 它所做出来的研究可以参考 但未必真的百分之百就是证明 非洲的状况都是属于 刚刚前面讲的 来自西方殖民的导致这个观念的形成 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好 那我们延续同志族群的议题 我们来讨论美国 我们看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 美国佛罗里达州参众议院通过了法案 那其中禁止幼稚园到三年级的学生 在课堂中被教师教导跟性倾向 还有性别认同有关的课程 甚至话题也被禁止 好 那这个是包含在一个叫做 家长教育权利法的法案里面 目的是要加强家长在教养孩子的过程里面 享有更多的基本权利 也就是说支持立法的人认为 性别 性倾向 性教育这类的讨论 是归属在家庭教育 应该要交给爸爸妈妈来教 而不是由学校来教 好 那在立法通过之后 如果学校或是教职员讲到相关的话题 那家长就由全依法来控告学校 那我们在去年的新闻画面上有看到 州长迪尚特他在签署这个法案的时候 旁边被安排包围了这个穿着制服的小学生 那还有几位学生手上还拿着标语写着保护孩子 好 那这个法案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那也被反对阵营讥讽说 这个法案应该改名叫做 不说同性恋法案 Don't say gay law 那过了一年之后呢 现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也打算 要把这个规定扩及到所有的年级 也就是说一旦获准了 那未来从幼稚园一路到高中 所有的老师都将被禁止教授 有关性倾向或是性别认同的话题跟课程 那预计佛州教育委员会在4月19号 会针对这个法案进行表决 那再来是这个法案也深受州长迪尚特的支持 大家知道迪尚特是一位共和党籍的州长 那他也被认为是在2024年总统提名的 热门人选之一 支持度非常高 那先前很多人就有预期说 他一定会在投入明年大选之前 扩大一些备受争议的法律 争取保守派选民的支持 包含现在这个教育方面 还有移民相关的提案 好那我们再来要提到第二个部分是 佛里达州现在正准备考虑一个草案 来进行控制佛州的性教育 这个草案内容很有可能会禁止学校 在小学六年级之前教导任何有关月经的相关知识 那提案的人之一是佛州众议院也是属于共和党的议员 麦克林 那这个提案呢 也让反对阵影非常的不开心 觉得说 既不说同性恋之后 又来一个不说月经的法案 非常的荒唐 再加上大多数的女孩子 通常是在十到十五岁的这个区间 这个期间会有第一次的月经 甚至有人在九岁的时候就有月经了 那佛州众议院民主党议员甘特 他就批评说 如果有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小女生 他在上厕所的时候发现内裤的裤底有血 那他会不会吓到 那甚至认为自己是不是生病了 或是快要死掉了 那甘特就给这个情境 他就说 这个小女孩他可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他的老师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他 这个很正常 也没有办法跟他说 这个是女生生活的一部分 那甘特就说 这样子的情境他觉得非常的荒唐 那后来麦克林也是有为自己做辩护 他是说 他希望家长能在对这个月经知识方面 承担更多的责任 但是他最后又改口说 他对这个修改法案的方式才开放的态度 好那以上这些种种呢 也遭到很多人的谴责 像是美国计划生育协会 他就有批评说 月经相关知识教育的这个修改非常的荒谬 而且在不说同性恋法律上面 也把性别观二元化 甚至把LGBT族群污名化 让人没有办法接受 好以上是今天的daily podcast新闻 最后来讲一下这个 我的梦境 我梦到什么呢 我梦到川普 所以你梦到是跟你刚刚讲的 对对对对 而且我梦到就是说 好像在一个那种讲堂啊 然后呢 大家就是有一个位置桌子这样 每一个人拍拍座 那好像是一个讲座的样子 然后我就坐在底下这样 川普就进来 然后他进来就干嘛呢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今天是他呢 然后他就开始发名片 名片哦 对对对 那我就拿到一张名片 那名片就想说 就是做得很粗糙 很像长辈图啊 真的 莲花那种 我不是要骂长辈 我不是要说 我是说那个风格很像那样子 然后我就看了那张名片 那是白底的 然后有他这个川普 穿着这个高尔夫球装 的一个照片这样 然后翻到后面 就是他是邀请你 invite你知道吗 就是邀请你到海湖庄园 来游玩 然后看到说 要我去海湖庄园玩 哇 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去哦 我就正想要问说 这个请问要是自己付费吗 还是怎么样啊 你想参加就对了 想参加 然后我就醒了 醒了之后呢 就这个上班通勤途中 看手机就看到 那个海湖庄园的那个 那个事件呢 要再做一些 这个新的查证跟调查 对 然后我就觉得 难道这是一个sign 那如果真的有这件事情 你要去参加吗 如果不用付钱 我当然去啊 去看他的海湖庄园 当然去啊 还有机密文件 卡叠 能去免费去 但不是 对 当然去啊 是不是就聊聊 那文 那个fire的事情 对不对 说定川普自己导览 对啊 然后就 我去翻箱导规一下 对对对 去翻他的床铺底下 翻柜子啊 看一些papers 对 对那 那我之前好像也在 不知道是不是在转角 应该讲过 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个 做梦的系列里面啊 川普是出现最多次的 政治人物 其实你内心深处 是非常崇拜他的吧 不是崇拜他 还是你觉得他很荒谬 对 他可能很荒谬 这个人让我一直蛮在意的 你一直把他放在心上就对了 对对对 有时候小安普时想起他 还是觉得有点荒谬 就是我要是美国人的话 因为我觉得这一切真的 真的是 Ridiculous 对而且重点是你没有喜欢他 他一直出现在你梦里 你不觉得很烦吗 还好 还好 因为他在我在 他在我梦中出现的形象 都算蛮正面 真的 不是那种很 很歧视啊 或者是他讲出一些 真的是很不行的那种话 所以他在你梦里面的演讲也是 就是很 没有演讲 他在梦里面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川普 比较像是谁是接班人里面的 我以前有看耶 那个时候的川普 we are fire 对对对 那个那个的样子的川普 好 一个无聊的小故事 跟大家分享 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木仪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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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Global Global Podcast新闻